ーン史 concrete 我們回顧八十一年前 今天日本違反國際法破壞和平 對中華民國發動侵略戰爭 強占東北民土 其後對變我國進逼 中華民國為了捍衛主權獨立於 领土完整 在民国26年宣布对日抗战 这场战争造成在中国大陆 两千五百万人的军民伤亡 日本国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中 受害最多的还是平民百姓 我们提到918 绝对没有意思要挑起民主的仇恨 而是深感战争的可怕与恐怖 以及和平的可贵 因此我们看到日本近日来将 主权属于我国的钓鱼台猎鱼 所谓国有化的做法 日本及中国大陆公务船舶 陷入在钓鱼台猎鱼的好意出现 使得东亚局势更加的不安 紧张不断的升高 稍意不慎 冲突即会爆发 在第二次大战结束这么多年之后 我们很遗憾的还是看到不少国家 因为单边的行动而埋下这个更大冲突的导火线 使得无故的百姓可能都会受到伤害 我们不愿意看到任何非理性的行为 造成一方的误判 一时的逞强 造成事后的遗憾 其后在滕嘉宇所发布的有关东海和平倡议推动的钢鱼 特别把我们目前已经存在的三个双边的对话 慢慢慢慢给它汇集成 将来发展成一组三边的对话 也就是说我们先从这些概念的理解了解 让大家了解 这是一个和平的理性的方法来解决东海围绕的钓鱼台 所引起的这些争议 您刚才提到了三边对话这样的机制 您刚才自然也提到所谓各自主权 这个共同开发的这样的意涵 目前三边的模式是什么 但是紧邻着我们最快的要落实这个所谓的各自争议 共同开发就是在我们的虞权谈判里头 但目前我们对虞权谈判外界都还在摸索 双方台日双方共同在虞权谈判上面可谈 您刚才提到又要各自争议 同时又不能退让主权 这落实在虞权谈判的技术层面 有没有实际的议题可以共有数 我刚刚在谈话的时候特别提到过 我以前在几次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都没有忘记提到 我们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水域是我们台湾渔民的传统作业的语区 这一种我们国人的合法权力 政府一定会全力来维护 全力来保护 全力来争取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多次要求日本赶快就有关我们渔民在那边作业的这些问题 开启第17次的这个台日渔越会谈 日本事实上在上个星期也透过他们交流学会 发表了这个新闻说明希望台日之间尽早就有关渔越的问题展开会谈 在那之前我几次跟日本住在我国的尊敬成副代表也提到过 他的看法也是一样 他也认为双方都有赶快开启这项渔越谈判的这一种这个认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